张组长 你来啦 这边请张宁呢 那个就是张组长 怎么样 是不是特漂亮 特有气质 真的 我身上下透露一种 俗人物尽的感觉 夏总 张组长来了 这美女是哪儿来的呀 都快把魂够走了 盛绿 你是怎么认识的 该不会是评估队的吧 我约联系方式 白痴啊你 没看见她爆出夏总了 不过国外回来的嘛 那是礼节性的拥抱礼节 好久不见 夏克 怎么是你啊 缘分真奇妙啊 秦总特地把我从美国调回来 是有个很看好的案子 点开资料 我居然看到了你的名字 没想到啊 你现在已经是游戏公司的老板呢 张思锐 你们先聊 我先去忙了 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名啊 张蕊 好好的 好好的 你分手也放了 你可别笑我啊 这几年我一直单身 被人逼着 却找了个算命的 若名字里心太多 才遇不上真爱 所以就改名了 我跟你们说啊 刚才她看夏总的那个眼神 我真是百年巡回了 什么呀 那种感觉 就像这个眼底 有一百个故事 心里呢 有一万句话 但是就只落中一个尖尖 还透着一股淡淡的孤单寂寞呢 简直就想随时拥它入怀 哎哎哎哎 你就放过你那狗狗饼干吧啊 我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想一个万全的护肤计划 这和护肤有什么关系 孤军的肤 我刚还是换一个屏幕组长吧 我们人就相识 评估结果呢 也会有失公运 我早就跟秦总说过了 他说老熟人更能多方面评估 是最好不过的安排了 你放心 我会帮你的 王总监 进来一下 一会儿进来那个王总监 评估的相关事业都由他负责 就这么不想跟我说话 还是说 到现在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你想多了 我听说 你还是单身 不 昨天去接你那个 是我的女朋友 情愿 王总监 夏总 这个就是屏幕小组的组长 张组长 张组长 你好 临时办公室呢 我们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了 跟我来吧 唉 我觉得吧 必要时候 夏总还是可以出卖一下色相的 没准他一个帅气的微笑 就可以让投资款上升一千万 我相信他有证明 你是不是傻 赢了TH 赢了投资款 失了夏总怎么办 不会的 我相信他 走走走 张组长 这位是艾米 夏总考虑到 您很多年不在国内了 特意让自己的行政助理艾米 这段时间 协助您熟悉一下 昨天来接我的这位 是叫刑运吧 我和他挺聊得来的 能让他带我熟悉业务吗 这 刑运现在在TIG 负责很重要的副本工作 我可以 还是问一下夏总吧 没事 现在帮评估组熟悉TIG业务情况 尽早决策投资 是头等大事 但我的个人能力有限 传个话 整理个文件 没什么问题 专业性的事 也不是什么专业性的事 其实就是想 请你帮我一个忙 好吗